长生不老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理想,而对于这个人类渴望不可及的事情,却在一个小小的灯塔水母身上发生了,它们能够无限繁殖,并且生命不息。 那么这样的生物究竟有什么特点呢?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灯塔水母的长生不老之树。 灯塔水母是水母当中的一种,它在性成熟之后,会回到水系型的状态,而对于这个过程,它是可以无限的重复,因此它拥有了繁老还童的能力。 灯塔水母是体型比较小的一种微生物,它们属于水系虫毛,生活在20度左右的水温当中,而从开始到性成熟的过程,大约是需要25天到30天的时间。 而性成熟之后会回到水系型的状态,而这种过程可以重复的出现,由于从外形看来极其像水塔,因此而得名。 灯塔水母是一种捕食性的生物,由于它是一种无性的繁殖,因此它是唯一一种从性成熟,返回到幼虫阶段的生物。 它的食物主要是更小的微生物,它们多生活在热带的海域当中。 如果我们用刀它切开,那么在24小时之内,将会变成两条水系重,而经过72小时后之后就会长出触角。 研究人员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发现,灯塔水母之所以能够长生不老,是由于它的干细胞的分化过程。 它不会死亡,它可以把自己的身体细胞向年轻化逆转。 而这种逆生长也是有条件的,那怕它们遭受到外界的破坏,或者是其他的危机时候才会发生。 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,水母则会把自己变成水滴一样的包囊,然后才利用这个包囊进行新的原始生命的存在形态。 研究人员指出在这个过程当中,水母全身的细胞将会进行不同的转化,比如说肌肉细胞将会溢成精子,或者是乱子以及神经元细胞,通过无性繁殖。 再一次的生长以及生产,有关它的繁老环通过程,还有更多的民团等到我们来解决。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,未来或许能够拓育灯塔水母的长生不老之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能够拓育 并不费